王安你好 欢迎收看涨跌密码 我是曾伟 今天台指期结算台股是多空震荡 中场是收跌63点 收在17307点 成交量5675亿元 今天的盘是如何分析 现场为您邀请到两位专家 首先是大域国际投顾的张宇明分析师 张宇明好 投资朋友大家好 第二位是陈一群分析师 大家午安 大家好 盘面上的观察 先来请教宇明老师 好的 今天震荡比较激烈一点 都在平盘上下做一个整理 盘中还几点 好 那这盘面 如何来研究它 分析它 那我想在股市里面操作 每一个人都要不断地向上提升 因为盘是变化 通常都是 以前你没有办法参考 以前你的资料跟现在是不一样的 现在的盘面 现在的时空背景 可能都是以往都没有发生过的 所以你要如何研判它 分析它 操作它很重要 那这时候要怎么样 要不断提升你自己的能力 各方面的能力 所以我们就在股市里面 你要迈向你的彩色股市人生 必经之路四个字叫做向上提升 把你的能力 把你的专业 把你对股票分析判断的技巧 要不断地向上提升 你才能够成为真正的股市赢家 那我们就举一些新闻 来做一些例子 来请看 好 今天新闻 6月16号 今天6月16 是黄埔军官学校的校庆 97年的校庆 在民国13年 国库孙文 在广州创立了 这个黄埔军官学校 那今天是97年的校庆 就今天6月16 好 那我们看6月16号 今天的新闻 来两科第二届营收 上看231 所以真的 在低润方面的利多 真的是满天飞 看都看不完 有没有 这个未来怎么样 忘了好几年 非常非常多的利多 但是你看完之后 我们再来看 低润的股价 到底在哪里 所以有点惨不忍睹 这个利多满天飞 结果股价 现在连颈线都没有站上 所以表示 投资朋友 你所有看的利多 对你的股票操作 是一点帮助都没有 反过来思考 如果你看利多一追 那你就准备套牢 就准备赔钱 所以在股票操作里面 新闻 是一个非常不重要的东西 因为新闻 常常都是落后指标 股价高点 新闻都是利多 股价低点 新闻都是利空 所以你看报纸做股票 是会受到很大伤害的 这样懂我意思吗 我想蓝尼亚科 又是一个活力 血淋淋的一个例子在这里 那我们要如果来操作它 来 请看我的操盘逻辑 原来股神系统早就告诉你 这个高点根本就不对 根本就没有三线翻多 所以你看到股价 创新高 你一追 你就惨了 原来这一段叫空头格局 就算你没有赔到什么钱 你最少要套四个月 是不是 在这里 你看前面这几个月不就套了吗 所以想想看 你要怎么操作它 很简单 这里开始就不能追了 这段都是空头 最少这两个月是不能追的 那如果你有 什么新闻来 你都笑一笑 哈哈是笑话 就是发这种片散落的新闻 你不会跳到里面 跳进去一套两个月三个月 你一年套三四次 买错三四档 一年就过去了 一百零一年就过去了 跟你就没有关系 一百一四年就过去了 跟你就没有关系了 所以你不能一直在做错 所以你不能看报纸做股票 看利多追股票 这样懂意思吗 原来这是空头格局 你最没用 懂意思吗 好不好 我们再看 好 联永业绩有够旺 好啊 那我们来看看联永 到底股价在哪里 是不是真的有这么旺 好像最近一个多也涨不动 这一段没有错 涨了很多 涨了一倍多 但是来到高点 一个月之后 一个月之前 到现在 你买进去是套牢 看到吗 目前的位置也不是很漂亮 所以想想看 股票不是看报纸做的 这绝对是不对的 所以我们就向上提升 找到一个对的方法 才能开创你的彩色股市人生吗 不是吗 所以看报纸 绝对不是正确方式 好 那这一段 OK 这一段对啊 这一段涨一倍多 这一段不能碰啊 那你如果来研判 这一段是对的 这一段是不能碰 答案找到就OK了 其他你不用看了 懂意思吗 来 下面这张图就有答案了 这张图 K线没有答案 有没有看到答案出来了 这个没有答案 这个答案出来了 原来这一段叫兜头标区 高档 奇怪 这么巧 这里就出现卖出讯号 太巧了吧 对啊 太巧了 对不对 那为什么这里没有卖出讯号 这里也没有卖出讯号 这里就有卖出讯号 对不对 这里没有卖出讯号 这里也没有卖出讯号 这里也没有卖出讯号 这里就出现卖出讯号 真是诡异 我们看这一段 这一段变空投格局 所以你这一段再追进去 你就准备套牢 当然我讲完这张图 我很多人说 张老师 你够在炒团 你够在马后炮 张艾明没有马后炮 我的节目只有马前炮 从来不马后炮 证明一下 这里跟你讲 就不算马后炮了 对不对 这张图是不是这里 再看一次 是不是这里 是不是这里 对吧 电视画面在这里 5月5号 两天后 电视画面 周深有时候找电视画面 很辛苦 一直找一找 很辛苦 找到了 5月5号 今天不是5月 今天6月16了 张艾明我跟你讲 这股票转空了 三线跌破了 不是今天讲 5月5号东升的画面 下午2点09分26秒 所以张艾明没有马后炮的节目 不好意思 我知道你看很多人都说马后炮 都搞这一套 其实要当老师很简单 第一个 好好把分析师的四科考试 投资协 经济 会计 法规 把它读过 考完之后 最简单一招方式 那就是马后炮 都讲过去的 过去怎么讲都对 当老师其实很简单 如果脸不要脸 那什么都很简单 你每天都讲过去就好 过去 鬼扯 我们都鬼扯就好了 不是这样 那这不要脸的节目 那我们不会做这种节目 张艾明是跟你讲马前炮的 没有什么马后炮的 好不好 没错 这高档就跟你讲了 好 外资调价 面板的价格 这个友达群众都被调到 很低的价格 很惨 好 一篇新闻 小摩看 这个面板的目标价 目前把它砍到 就到哪里 16块半 这对面板股真的是 雪上加霜 那我们看股价在哪里 股价在这里 涨到32.5 现在给你调到16块半 目前的股价 大概20块左右 所以想想看 如果你这一段买进去 这边四成有了 很惨 对不对 现在在这里 画一条线过来 这条线以上全部套了 那请问这里是哪里 这里是三月底 那你再回想 三月底 四月 现在六月 这两个月内 有多少面板的力多 你看到多少报纸的面板力多 那你追进去的结果是赔四成 天哪 怎么会这样 这一段很好 这一段涨一倍 这一段如果你买进去 不得了 对不对 为什么这一段就不能买了 奇怪 为什么这一段就可以买 你在古巴士上要学什么 就学这一招就好了 这一段可以买 这一段不能买 就这样而已 要不然你觉得股市有什么 问题是这一招就是最难的 因为没有人会 对啊 这一段可以买 涨一倍多 13到32 涨一倍多 好不好 这一段不能买 这叠四成 那我们是度委判断它 来 原来答案在这里 这一段可以买 这一段就不能买了 我把你买进去就散了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张爱明是今天跟你讲 面板股压力非常沉重吗 当然不是 早就跟你讲了 这格局已经不对了 看懂吗 这一段是对的 可以是这一段不对的 所以你买进去 学会搅不完 所以来到股票市场 最后你学基本面 学技术面 学抽码面 学什么什么一大堆分析 财报分析 最后回来只有一件事 什么事再看一遍 这一段可以买 这一段不能买 就这样而已 你告诉我还有别的事吗 没有啦 就这样而已 那你会了没有 你学什么都一样 你不会这招 你什么都白学的 都做白工 同意是吗 学会搅不完 好不好 好 再来 群众差不多 其实现行差不多 一样从12块4 涨到32 那我们看这一段 当然这一段就可以买 这一段就是不能买 等一下也是快 试成了嘛 好不好 你不能等到发力空 再来后悔莫及 所以有什么方法 可以告诉你 这一段可以买 这一段不能买 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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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就这样而已 股票市场本来就这样而已 不是吗 好 答案再下一张 原来这一段可以买 这一段不能买 要是12345678 太密了说不清楚 一大堆卖出去 一大堆利空 那这怎么买 你买就赔钱而已 不是吗 股票就是这样而已 说穿了就是这样而已 说穿好像没有什么意思 这么简单 对啊 这么简单 问题这个也是很困难 你怎么知道这一段可以买 你事后才知道 你怎么知道这一段不能买 你可能到今天都要搞不清楚 你到今天套一道对面 满股 那表示你不知道 不是吗 你不想这么多卖出讯号 好不好 所以我们说你要迈向你的 彩色股市人生 必经之路就是把你向上提升 提升自己的专业 提升自己的选股技巧 提升自己的分析能力 你没有提升 很简单 就是缴学费 不提升 不提升 缴学费 不提升 缴学费 随便你 你自己选 懂意思吗 好不好 来 华欣哥 买了400张库长股 OK 达成了 好 那既然达成了 看股价在哪里 华欣哥其实最近发很多利多了 很多利多了 来来 天哪 股价怎么在这里 很想景线都还没有站上 投资编 这里是哪里 这里是今年的 去年的12月 那你买进去的 投资编 到现在六个月了 除了这一个月 可能小赚一点点 全部套牢 有够惨 你现在看面板 这个敌论 被动原件 被动原件有多少利多 那怎么股价在这里 对啊 我就说这里没错啊 我们说这六个月 五个月是套牢的 所以表示这里很惨 好了 答案又来了 这一段可以买 这一段就是不能买 对不对 这一段一定是不能买 这一段跌了四成 现在可不可以买 不知道 我打问号没有 待会再来讨论 这一段一定不能买 这一段跌四成 好不好 那我们把它套入 标准答案 当你看到这个答案 这就是你学了所有东西 要呈现的东西 我学技术分析 我脚 有一个投资人 我老师我脚十万块 去学高级的筹码分析 我才脚那么多钱 你现在会分析筹码 我很会分析筹码 那你现在最后会赢吗 不大会赢 那你学那个有什么用 同意是吗 不管你学了什么 不管你在股市多少年 有一个投资人 说老师 我股市七十几年 那又代表什么 除了代表 他脚很多学会之外 还代表什么 是活越久领越多吗 不是 是活越久赔越多 你不会做就是缴学费 多少年都一样 好不好 来 这一段好像还不错 这一段就是不能买 百分之百 试诚 这里不知道 套入标准答案 华欣哥 我刚才讲得试诚 来 这一段 好像有点增值 对不对 这一段确定是不能买 卖出信号 一二三四五六 一大堆 到目前为止 空头反弹 因为地线还在空关 所以还是不能买 这一段 你绝对要避开 那你如果没有避开 百分之三十九 加你百分之四十 你一辈子碰到三次 就没有了 你这辈子就 回去重新打工了 所以说你要不要 学会这个 当然要 可是你知道华欣课 不能买吗 你知道这几个都不能买吗 我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 所以你不断地讲学会 看到利多继续报 看到利多继续报 越报越跌越跌越跌得要很痛苦 公司实施库长股 也不怎么样 现在也没有很好的表现 对不对 这有很好的表现吗 那这段不是赔死的 对不对 好 国具也是一样 库长股 上次发布已经实施八十几%了 有没有 好 那我们看一下 很多利多 那请问国具有没有涨 有涨 这一段好像还可以 有了 这一段好 那上面这一段呢 怎么办 你告诉我 这一段不是颈线吗 目前连颈线都还没有站上 所以想想看去买国具 你赔多少钱 赔多少 光这一段38%了 很惨 这都很惨 融资都断头了 那你想想看 你要怎么避开这一段 你告诉我 你学什么都一样 我去学抽码 我去学技术 我去学什么破浪理论 我去学开板办法 你学什么都一样 你就是要避开这一段 那不然你学就是白学的 没有用 对不对 好 那你只能避开这一段 你告诉我 赵一鸣你有方法吗 有啊 那这一段是不能买 卖出去要出现了 这一段是不能买 你买进去就是缴学费 缴不完 有人会说 张老师 你的股神系统怎么没有 刚刚在最高点出现卖进去 刚刚在最低点出现买进去 好像没有 对不对 如果有这种东西 你赶快拿来卖给我 我跟你买一千万 最低点就出现买进去 之前都不行 只有最低点再出现买进去 最高点就出现卖进去 最高点才可以 以前都不行 有这种东西你拿来给我 只要你们把台中房子 卖掉 不止了 卖掉可以有五千万 我卖掉没关系 买你的东西 我花一千万给你买 世界上没有这种东西 不要傻了 好不好 相对高点就很厉害了 懂意思吗 所以如果你没有避开这段 40% 你学什么 你学什么都要会这招 你不会这招 你学什么都没有用 我讲的对不对 我讲的实话 这段OK 这段就是不能买 这样看懂吗 现在呢 空头版的还没有办多 好不好 好 那我们再看看其他的 被动人间 戴着口罩很难呼吸 讲话很累 那我们再看其他的被动人间 惨不忍睹 来 七七七 天啊 这多少卖出讯号 心情 天啊 你不赔 你不跑 你这完蛋了 好不好 利用电 天啊 上个卖出讯号出现 大跌一波 现在还空头反弹 这乖离还很大 好不好 信仓电 这一段根本就不对 你看这都翻空 两个卖出讯号出现 吊起来 反弹 还是一样很无力 好 大方 卖出讯号出现 打下来 反弹无力 好不好 密忘石 哇 天哪 一到那边 几跌 反弹无力 好不好 景德 格局不对 好不好 秦凯 格局不对 一二三四五 五个卖出讯号 打下来 反弹 空头反弹 花龙 两个卖出讯号 打下来 不对 军宝 两个卖出讯号 打下来 格局不对 好 致富 这个也是被动人间 格局不对 所以你看完之后 被动人间是一塌糊涂 你这三四个卖 你买被动人间 你绝对赔得很惨 如果你到现在没有出 我讲的对不对 这三四个卖 解盘上 什么时候跟你讲 被动人间好 可以买 没有 为什么 我看到都是不对 我当然跟你讲不对 你看他集党的时候 华兴克 国趣 对不对 起立新 就看他集党 就知道了 这格局不对 你就是不能买 你买就是赔钱 答案是很简单 好不好 所以你要卖下 你的彩色股市人生 毕竟之路叫向上提升 提升什么 提升你的专业 提升你的选股技巧 提升你的操盘能力 你没有提升 就是缴学费 不提升 缴学费 不提升 缴学费 交给谁 交给市场 交给股海 就这样而已 很残酷 不然怎么办 对啊 因为你不会 你只会看报纸 你没有第二招了 你没有判断能力 你没有判断的技巧 当然是你缴学费 不然谁要缴学费 股票上很残酷的 他不跟你客气的 不是说你很爱国 我愿意打高度疫苗 我爱国 你爱国就不会赔钱 没有 我老师我很有爱心 我都会帮老太婆 扶他过马路 对不起 股票投资者买被动人间 只要照完赔钱 你有爱心的没用 股票市场只有比一个 选股技巧 你到底买对的没有 你这两三个月买被动人间 赔了一屁股 不是吗 你看我这两三个月 什么时候跟你讲 被动人间是对的 没有 不会 好不好 所以你必须向上提升 提升的方法有两种 哪两种 有一个好朋友 说几七八没来开开车车 开进行车 开进行车 又不认识台北路 语明啊 这个没什么本事 我想几七八没来开车车 我特别台北路都不熟 我说很简单 两个 第一个拿地图来 赶快认证研究 赶快背 赶快背路 对不对 很简单 第一个 第二个去买个导航 个人要去哪里 语音 因为按得很麻烦 语音讲 南京东部三段 七七号三头之一 他就帮你扫着 确认 就走啦 你不认识路这样最快 不然你就去背地图 就这样 没有第三条 是不是 头这边 所以你要向上提升 很简单啊 怎么提升 慢慢学 学个三年 五年 十年 二十年 或许就有机会 第二个呢 怎么提升 你没那么多时间学 你在学完一年就陪死 还学三年 五年 四年 第二个呢 跟着赢家的脚步 跟赢家做好朋友 懂于是吗 这很简单的 好不好 来 最后一个被动人间 凯美 凯美加码金山店 金山店也是被动人间 好 持股提升到16% 好 那我们看凯美 对不对 你告诉我 是警线也没有过 所以凯美也是错的 很简单 懂于是吗 来 古城系统 一二三四五 那你去买凯美 你怎么会赚钱呢 很简单啊 懂于是吗 所以你这避开 当然这段OK 来到这里就不要玩了 甚至反手放空 这样你就会成为赢家 你把多空都看得很清楚 哪里有压力 哪里有支撑看得很清楚 那你看看不清楚 你不会就去学 你教学会嘛 懂于是吗 有啊 我之前放空一次国具 这边都有会员 有扣讯人籍 赚23块 放空凯美 一次14.5 一次5块 19.5 没错了 这是15.8% 到现在我依然抱着凯美的空单 好不好 方法对 方向对 赚钱是必然 方法错 方向错 赔钱也是必然 懂意思吗 所以你的方法错 整天看报纸 本益比 殖利率 你看这东西错的 你看错你怎么赚钱 懂意思吗 与强者为伍 与智者同行 才能迈向你要的股市人生 懂意思吗 现在做一个动作 拿起手机 赚明的QR call给你掃 LINE给你掃 拿起手机打开LINE 加好朋友 三秒钟给你 好不好 掃QR call 来 掃完之后 加入赚明的LINE 发讯息给我 所以你是东西的粉丝 留下你的姓名电话 你买了什么股票 什么价位 你有什么问题 留下来 赚明要尽速回答你 好不好 时间交给主持人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 广告回来 继续请张老师分析 欢迎回到讲题密码 再把时间交给张老师 好的 我想在股市的 每一个投资人 因为时空一直在变化 所以股市里面 一直变化 现在的时空背景 现在的状况 可能以往都没有 所以你的能力 你的本事 你的专业 选股技巧 要不断的提升 不提升 就是不断的缴学费 没办法 好不好 来 台康生 对不对 郭台铭入股 花了50亿 目前的格局 第一线慢慢下临走高龙 第二线 第三线都差不多 尤其动能更不足 所以如果有人问说 张老师 你对台康生 有什么看法 我目前是不会买 因为我觉得他格局不对 对不对就慢慢印证 好不好 那当然长下去我们祝福他 好不好 来 东阳科要帮高端力代工 帮他做组装 帮他安装这个疫苗 那请问东阳科可不可以 东阳可不可以 这跟开康生差不多 这格局不对 懂意思吗 一眼就把它看清楚了 你有什么状况 一眼就看清楚了 不用那些拜访公司 尤其分析财报 那个也没有用 你看看那个也做不赢 好不好 高端力 我讲过这空投格局 卖就需要找出现 这股票当然是不能碰 这样懂意思吗 所以不困难 有方法有技巧就变简单 好 那我们看今天排名上 当然还是航运股最强 航运股唯一的主角 好不好 航运股里面最强是谁 当然有万海 然后这一档叫东森 我印的时候是9.27分 万海涨7.8% 东森涨8.4% 东森 这个时间点比万海还强 好漂亮 东森没有错 航运股里面最强的股票之一 东森万海 东森万海 后来都攻上了涨天板 航运股里面 最强的还是张晏敏跟你讲的 上个礼拜我跟你讲的 哪两档 就东森跟万海 那你不相信 你就看上个礼拜 我赞艳明跟你讲 航运股26档股票 哪几档最强 两档 东森万海 好不好 东森 攻上涨天板了 对不对 很漂亮 对不对 好 东森 好 那我们看今天 一样在攻上涨天板 连续拉两根的涨天板 非常的漂亮 好不好 赞艳明不是马后炮 上个礼拜就跟你讲 如果航运股要选一档 他就是东森 懂意思吗 有啊 你去看张艳明的节目 看没跟你讲 6月11号 礼拜五没跟你讲 好不好 还有一档 万海 就是航运股里面最强的 就是东森和万海 所以你看这两天 最强还是东森万海 好不好 来 东森 今天张艳明在28块1左右 把他卖掉了 赚18% 把他获利出场了 相当的完美 三天而已 18% 好不好 来 那有人说东森 带来什么 时间关系讲不完 明天再来讲 好不好 好 你现在要做一个动作 做什么动作 拿起你的手机来加好朋友 张艳明给你扫LINE 三秒钟 把他扫完 好不好 来 三秒钟 扫完之后 发信息给我 说你是东森的粉丝 并且留下姓名跟电话 有任何事故问题 一并发账 时间交给主持人 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提醒观众朋友 本公司的所推介 分析的个别有加正确 没有不当的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的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告 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且是自负投资风险 准利操作 顺利我们再会 东森粉丝 那一手机扫描QR Code 扫描免费 加入我们的LINE 说你是东森的粉丝 并且留下姓名跟电话 有任何持股的问题 就一并留下来 张宇明会尽速回答你 记得来扫描QR Code 用LINE加好朋友 扫描就可以 扫描免费加入 这是免费的 除了你要跟着我们动作 加入LINE是免费 所以你是东森粉丝 留下姓名跟电话就可以 有任何问题留下来 张宇明会尽速回答你